週末上午9點多 親民員警拿著搜索票上門按電鈴 告知屋主馬先生 因為涉及車輛毀損案 要他自己交出作案工具 甚至直接認定他就是嫌犯 讓他覺得很不舒服 毀損罪又不是什麼大案子 你就認啊 我就回他說 我沒做我要認什麼 事發就在苗栗竹南榮天路上 因為路邊餐廳停放的賓士車 擋風玻璃被鋼豬蛋打破 警方懷疑就是家住旁邊的馬先生涉案 上門搜索 我今天我不是配合調查 我是已經先被當成兇手來看待了 但馬先生不滿警方沒有證據 就認定他從三樓浴室 朝下方的車輛發射空氣槍 一口咬定要他認罪 我知道要怎麼射 我知道今天是 主機來監視器就拍到我了 馬先生說自己過去曾被指控過 兩次汽車毀損案 2016年有轎車微停在他家前方紅線 他拍照檢舉 對方事後卻反告他刮傷轎車 2021年又被鄰居停車時 認為馬先生經過毀損他的車輛 但兩案件都不起訴處分 以站左點裂痕分布研判受力方向 並以雷射光模擬可能之射擊方向 鎖定特定住戶設有重嫌 並經調閱案發時監視器畫面 車輛周邊均未有嫌疑人站立 這次他不滿警方上門未審先判 但警方事後也在他家中 收出BB彈的空氣槍 生鏽的氣彈槍 是否他就是毀損車輛兇手 只能交由檢方調查釐清 TV新聞 謝古清 苗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